第二天變異 主委主 集數 今天 早上指揮中心見面 這個貴志龍的阿嬤 那非常含著米露 媽是哪兒的 出兵的阿嬤 同一個時間 在這個房療病院去看醫生 加一個真經 從哪兒竟然跪到 不過房療病院是發完後 另外說這個中央的年齡 太貪心 綠到一散的 這個風景臨漫不公平 民東房療各社的臺檢長 也有人來拜託 因應幫僚哥倫 有可能在幫僚病院 同團練 幫僚三 臺檢長到二合 才繼續 管護後有六月十四合到二十六合 有去過病院的民眾來臺檢 病院 也是繼續停靜 臺檢長最後一天 民眾說 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陰性比較輕鬆 不過房療還是不能放鬆 但是整一天只會中心演化 幫了病院可能是高隆 阿嬤 染到戴雅塔便宜主的 所在陰氣有人寬斷 幫了病院有個佔任 為高隆的太太 陰性病院 跟比較真正 陰性病院的時間是六月十六合 但是高隆的太太二十九合 才發病 計六十六天 但今天族族兩邊雖然陰性病院 陰性病院沒有直接來接觸 而且那時候還有其他人都沒有症 頭 因為他PCI的結果也是都陰性 所以認定感染源在房療病院 對當年是沒有說病 沒有人講你是感染人 所以我們先把訪三 訪療醫院的人先來篩檢 而且CTCT在五天內再篩檢 而不是由他自己篩檢 我們假設我們就是不想他是感染源 目前認定說有可能在那個地方感染到 那我們就尊重中央的他們現在疫調的結果 法庫表示沒有人願意到 在病醫感染檢測不是聯合人願意 也沒有人說放了病醫是感染源 沒有人病醫裡面全民來破胎 也是他在要放病醫證明他不是感染源 希望病醫不用太多來歡迎 也應該尊重地專業的判斷 接下來 王劉婷領早看屏東莫德